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14日 星期三 有一則新聞 其實是關乎現在大陸的最新國策 其實呢 除了最新國策之外 也是看到 割韭菜的情況 已經是有新的發展 已經是 去了一個新的階段 如果直接把企業充公 派一個黨委書記進去 領導他 對於外國人 對於國際投資者來說 觀感不好看 中共好像想到一個新辦法 就是搞搞這些企業 最新的受害者叫阿里巴巴 不過我估計馬雲也餘了副身家帽子 所以接下來做甚麼也好 只要保住他的命 給他一點 他也不介意 五千億和一千億 五千億和五百億 有沒有大分別呢 數字上有分別 去到一個人 有幾下億 其實已經一輩子也花不完 是不是 不要說不幾下億 你拿著十億 一輩子也花得了錢 正常人 當然你說要上太空旅行 當然不夠 要說的是甚麼呢 就是中國政府想出一個新的方法 就是要阿里巴巴注資 這個紫光集團 注資約是77億美金 大約是500億人民幣 這件事 我們當時聽回來 我們也即時想到 原來是這樣 跟大家 講講這段新聞 之後跟大家深入分析 為甚麼我會這樣想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曾經跨下海口 說要收購台積電的公司 那間叫紫光集團 他也一口氣入股三家台灣的上市封測裝飾企業 宣稱要拼購 晶片代工龍頭 台積電 要買一下IC設計大廠聯發科 一直以來那麼多假敗空的話 但是現在 原來因為資不抵債 明顯 是沒有能力找數了 所以是早到債券人申請破產 除了震撼中國科技產業圈之外 也是使得 共產黨很沒面子 使得習近平十分之沒面子 習近平 想要打造這晶片大國 就被紫光集團 一巴掌比 最新的 解決方法就是叫阿里巴巴等中國政府 支持這個企業 注資幾百億 入股就救回這個企業 中國媒體報導 紫光集團是中國最大的半導體產業集團 前身是清華大學校辦企業 旗下有很多上市公司 主要經營是包括晶片 雲端運算等領域 紫光國媒 紫光股份 新華三等企業 2020年 陸續傳出紫光集團的財務危機 據紫光集團 2020年8月下旬的財務報表表示 截至2020年6月 短期借款達到327億人民幣 較2019年底增加51億 長期貸款是478億人民幣 較2019年底增加100億 紫光集團 2020年上半年營業額 收入 增長4.78% 金額是347.46億 但是 這個屬於母公司所有的虧損 是到了人民幣 33.8億 即是母公司要失這條數 較2019年同期擴大5.8%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靜額 由2019年同期 淨流入 94億 1,100萬 轉為淨流出 41億6,400萬 全部人民幣 計算 目前 現金儲備不夠 造成短期的 還債能力 壓力大增 還債就還不起了 現在沒有錢還了 導致整體企業的財務狀況持續惡化 9日 紫光集團公告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通知書 主要內容是相關債權人以紫光集團不能清還到期債務為理由 支筆抵債已清償全部債務 而且 明顯缺乏還債能力 所以要據重組的價值和重整的可能性為有 向法院 申請紫光集團破產重整 要幫他拆骨 要支解他 報導指出 雖然紫光集團回應被債權人申請破產 以及重組 情況未對集團下屬的公司日常營運構成直接影響 但是破產重組計劃 就對紫光集團的營運造成嚴重衝擊 屬下紫光集團沒有事 但是集團就有衝擊了 為了不使中國最大的半導體集團走向破產命運 知情人士說 阿里巴巴等幾家 中國政府支持的企業 考慮收購紫光集團旗下的相關紫公司股權 售價可能達到500億元 而且阿里巴巴等企業 也都在7月20日最後期限之前 提出具約束力的offer 報導引述這個消息人士的說法 由於更加多的債券就快到期了 現在揹著 310億美元債務的紫光 嘗試出售持有 雲端運算公司 紫光46.45%股權 可能欺負紫光集團子公司股份的企業 除了阿里巴巴之外 還有巫石的產業發展集團 北京電子控股有限公司 以及北京建廣資產管理 市場人士分析 因為紫光集團是中國半導體 產業的指標企業是龍頭 肩負著半導體 產業發展的重任 尤其是 美中貿易激烈的競爭 半導體成為了重要的關鍵 紫光集團 一旦申請破產 或者被人拆骨 對於整個半導體發展 這個步伐面臨嚴重的衝擊 為了面子和女子 中國的內部 中國政府不會放任紫光集團破產 最簡單 是藉著中國政府控制的企業名義 資金援助紫光集團 不過紫光集團現金流 從淨流入轉為淨流出 代表事業持續虧損 資金援助可以持續多久 集團未來會怎樣呢 還是未知之數 我們在分析 其實中國 中國政府接下來就會動辱大量的企業 例如接下來的 TikTok 想去美國上市 又或者 剛剛被人追擊 被中國政府叫停的 滴滴 這類型的企業 雖然他們也要出去集資 也沒有錢 但是 他們 其實也要拿錢出來屬身 屬甚麼屬身 就是 類似這些半罰款的 模式 輔助中國的一些中國政府想輔助的企業 直接充公你的財產 說出來很難聽 而且 對於外界來說 亦都造成很大的影響 華爾街已經出了聲 再有這種情況 他們真的會拔錢 會撤資 好了 現在這個情況一提出來 其實就解決了外資 暫時撤退的風險 為甚麼 因為他 是透過這些 大罪資深 出來 把錢主動拿出來屬身 救回一些企業 當然 紫光能夠不夠 其實也很難救 不過現在只是 現在有個洞 你先給我填掉 我就 可以遙理不死 讓你的命長一點 接下來我估計滴滴 或者旗下那些所有被中國政府針對過的企業 所有這些大公司 全部都會輪流成為 這些垃圾企業的百姆士 吃一堆垃圾 救回你的命 你說是不是值得呢 對於馬雲個人 當然值得 對於阿里巴巴這家公司當然是不行 無端端買這些垃圾 將來一定要撇帳 一定會輸掉 而且 不是輸掉那麼簡單 未來找數一不夠 又要問你身手 未來找數一不夠 又要問你身手 今年虧50億 出年虧100億 不是你給誰啊 這些 是永無止境的 一直貼下去的 不過 起碼 肯給你付 也是叫做給面子 如果有一天告訴你 你不用了 我現在要你的命 那麼你連想給錢去救 屬身的機會也沒有 現在 只是給你一個機會 大罪立功 好像以前 那些滿清時代 沒有錢的 凡得罪又有錢就可以了 拿錢出來頂罪 甚至乎 可以買官 現在大陸是不是可以呢 還沒有去到賣官 不過呢 有機會可以拿錢出來頂罪 阿里巴巴 這次 就是頂罪計劃 或者拿錢屬身計劃的 第一個試驗品 如果這個做得很好看的 接下來 所有得罪過 或者所有跟大陸政府 被他們追擊過的這些企業 都有 機會 排隊 做白武士 可以表面上封住洞 由這些公司 拆這些公司的洞 來補回 這些 貧林倒閉的企業 當然 這些垃圾公司 除了裡面是腐敗之外 我也想不到他們可以有甚麼作為 錢就是一直洩下去的 現在 他的喉嚨割了出來 大量的血流出來 阿里巴巴就用他的肉身 來幫他封住這個傷口 不過問題就是 拿了阿里巴巴一份肉 遲些阿里巴巴會不會流血不止呢 不理會了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裏 拜拜